狗狗游泳耳朵容易进水吗? 狗狗游泳时,耳朵通常不容易进水 第一,狗狗天生就会游泳 第二,它耳朵有一层密毛,可以防止水进入 我夏天常带咱家科技游泳 但要注意水是否干净 狗的耳道跟人不一样,是弯的,不会直接灌进去 但是进去脏水的话也可能引起耳炎 所以最好还是定期用专门的洗耳液给它洗耳朵 许多狗喜欢游泳 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可能会让耳朵进水 其他活动也是如此 比如,如果你正在给你的狗洗澡 不小心让水进入它的耳朵 或者你的狗正和信号信号信号一起玩水 狗耳朵的设计使得狗很难自己去出水 像鸡毛猎犬一样,耳朵松软的狗就特别困难 因为它们的耳朵通常折叠在头两边 将水捕获在里面 水可以生长细菌和酵母,导致耳朵感染 一,耳朵一旦进水该如何去除 你无法从狗的耳道中取出水 但是有一些液体产品可以使耳朵内的水变干 首先轻轻擦干狗的耳朵 务必擦干耳朵顶部和底部 然后,抬起你的狗的耳朵 将几滴溶液直接放入它的耳道 要小心,因为你的狗可能会在这一点上摇头 所以你可能会花几次尝试将溶液放到它的耳朵里 这样做几分钟,然后让你的狗摇头 用棉球擦拭内耳,去除任何碎屑或物质 最好一次只弄一只耳朵 特别是因为你需要你的狗在清洁每只耳朵时保持头部相对静止 通过定期信号信号信号它的耳朵 可以让你的狗更容易适应这个过程 这样,它就习惯了这种感觉 当你在户外时,尽量信号信号信号你的狗的耳朵 这样你的房子就不会有水了 上宠物诊所 二,若耳朵感染,应该立即去宠物诊所 最好在它去游泳后立即信号信号信号你的狗的耳朵 这可以帮助减少水在它耳朵里的时间 可能防止它发生耳朵感染 即使你马上信号信号信号了你的狗的耳朵 它仍然可能发生感染 虽然您可以轻轻地对您的狗进行日常耳朵清洁 但如果您怀疑它有耳朵感染 症状如难闻的气味 或在耳朵周围有分泌物 或你的狗有疼痛肿胀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 带你的狗去宠物诊所治疗 狗狗过胖容易生病 每个狗狗都有狗狗的品种常见病 也有很多常见的疾病 很多病并不是那阶段会得的病 而就在那时期得了 主人都会纳闷 到底狗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疾病 总体来说 狗狗的体重过高 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作为我们养狗的人 一定不要忽视 并不是我们不断地给它吃各种好吃的 让它越胖越好 也不是越胖就会越健康的 首先我们要注意 各个时期狗狗的变胖原因 及我们要注意的疾病 第一 狗狗在幼犬时期肥胖 这阶段的狗狗一般会有少许的心耗心耗心耗肥 可是只限于两三个月就会变成很瘦的样子 狗主人会觉得自己的狗狗变瘦了 要长身体 就不断地加食物 加营养品 这样的做法其实不是对的 更有的主人把狗食盆一直放在那 里面还会有出不完的东西 这样不仅会让狗狗长胖 还会让狗狗变胖以后的腿部瘦力 受到严重的影响 严重的还会让狗狗走路受到影响 第二 成犬期肥胖 这个时期首先要养成狗狗的好习惯 不要让狗狗造成暴饮暴食的习惯 稳定狗狗体型 也就是狗狗的体重 那么在这里就会有很多肥胖养成的疾病 第一种就是糖尿病 这个时期记得观察我们的狗狗 如果经常口渴 每天大量的喝水 却不是因为吃的咸而喝水 单纯的喝水 然后大量的尿尿 食欲会增加很多 这个时候的胰岛功能就会变得很差 而且看起来很虚弱 如果不及时发现 还会发现眼睛已经出问题了 第二种 高血压 这个和狗狗的肥胖 也是有至关重要的因素的 而高血压引起的嘴明显的 就是对狗狗眼睛的作用 狗狗也会出现类似 眩晕一样的反应 这个时候狗狗的体重一定很高 而且狗狗还会传得很严重 第四种 关节炎 狗狗除了睡觉以外 最常见的就是行走 或者跑了吧 这个时候 体重过重 就会影响狗狗关节的磨损 超负荷的体重 会对身体带来很大的压力 第三 母狗运气肥胖 很多养母狗的家庭 都是在狗狗怀孕的时候 给狗狗一定的补充营养 在孕期也很容易让狗狗发胖 之后的喂养小奶狗 也是在不断的喂养 这个时期一定学会控制 不然 小狗狗长大 离开母狗的时候 母狗也成了三高狗狗了 第四 公狗做绝育 这也是一个特殊时期 这是因为狗狗的激素影响 所以狗狗会暴饮暴食 就会影响狗狗的体重 让狗狗变得肥胖 狗狗的性格也会因此有变化 养狗狗 我们就要对它负责人 作为狗狗主人 平时我们就要好好观察狗狗的习惯 和平时的应激反应 有的时候狗狗的一个动作 或者狗狗的一个变化 都是暗示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它 不要让狗狗做成个胖狗狗 夏天狗狗容易生什么病 每到夏季 是狗温热的多发期 特别是今年入府以来 连续好几天都是高温高湿的天气 很多宠物犬都出现了咳嗽 发热 鼻径干裂 眼睛有分泌物 甚至便携等狗温热症状 和平宠物诊所的刘医生介绍说 狗温热是一种动物间的高传染率疾病 夏季宠物户外活动较多 宠物间的交流也相对频繁 更容易被传染上狗温热 此外 宠物喜欢在夏天在草地上活动 再加上皮毛叫后 患皮肤病的风险也大大增加 同时 宠物皮肤病也是一种传染病 健康的宠物与生病的宠物接触 也容易传播上皮性皮肤病 此外 草地运动也会增加宠物腿和脚的伤害 在夏天 如果宠物没有得到适当的喂养 它们会出现腹泻和其他症状 这也给它们的主人带来许多麻烦 多数家庭都装有空调 特别是高温闷热的天气 空调更是敞开不关 宠物与人处在同一生活环境 空调房间内外温差大 忽冷忽热 宠物就容易上火 要是主人再给宠物吃些冰棍降温 宠物就很容易患上空调病 出现上呼吸道感染、咳嗽等类似人上火感冒的症状 应对措施 保持室内通风 调剂饮食 在夏季 有宠物的家庭应当让宠物处于一个干燥通风的环境中 尽可能让它们有独立活动的空间 人畜都要勤消毒 并给宠物定期注射防疫针 在户外活动中 宠物主人应尽可能独立的遛狗 不要去宠物经常小便的地方 以控制感染源 在宠物的饮食中 我们应该让它们多喝水 少吃肉 每餐多加些蔬菜 对于健康的宠物 你也可以吃一些板栏根